當時這個晃動左右晃得非常的厲害 10號晚間地牛翻身 中天新聞第一時間特報開啟互動Live直播 在被關台的前一夜 創下短時間內18萬人最高觀看記錄 中天主播不斷電的告別倒數 因為NCC不予換照 也因此在12月11號午夜一過 就要告別五二頻道轉往網路新時代 不過特別的是在前一晚的地震外報直播當中 才11個小時觀看次數已經來到了19萬人次 至於點閱數也持續的增加中 許多熱愛中天的粉絲都在直播下方感性留言 主播加油也說自己眼眶紅紅的大家都沒離開 也喊話中天加油遇到地震大家平安 更說大家要一起替中天集氣 珍惜言論自由 人手一機訂閱中天 在現在的訂閱人數已經達到176萬 持續朝著200萬的目標邁進 就按小鈴鐺以後 他會有一個個人或是什麼 你就按那個全部 他說每次你們有什麼新影片 我就會 就只有按讚跟訂閱這樣子 未來我們不會消失 我們還一直在觀眾朋友們的身邊 中天12號凌晨0點起 要跨入YouTube新媒體時代 直播人氣不斷攀升 蔡政府關中天 但關不掉民眾真實聲音 也讓中天直播人氣持續創新高 記者林俊峰林玉君台北採訪報導 怕得出滾繩得用 12月12起跟著中天走 掰了無二台 立刻訂閱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 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完全免錢 同步下載中天快點TV App 一鍵看中天更方便 訂閱中天守護台灣 刷一排假衣 再 hope to可以 明珍 positions 我們 我們 過